6. 《文匯報》 測存在感不能放任營銷流逐 2015年7月26日綜合03本部首席記者黃燕借幾天 許多網站同時讓人們見識了一場特別的電影營銷 一款鮮紅翠綠的蓋梅麗芝海報 一段豪情撥發的激情動途 前者是電影官方所謂,後者為不具名網友所轉 一海報一動途,讓王朝的女人楊貴妃尚未正式上映 在網上的存在感已爆棚 如今的電影早已不是十九世紀末路米開爾兄弟用攝像器材記錄下的藝術影像 美國好萊塢完善的商業體系早將其送上完整高校的生產線 然後套上兩例的包裝,再貼上架簽,擺到各地遠善內任軍採揭 在中國電影票房紀錄時常被刷新的當下 關於電影的商業競爭更是空前激烈 要想在六七十部影片摘堆的暑期當女脫穎而出 電影營銷似乎成為剛性需求 然而,一些網站在電影宣傳期卻會被電影內容與藝術本身 以專挑其中的出位話題或演員非文奪人眼球 這樣消費的只是觀彈紅 與 是熱清 擾亂的是電影市場的正常秩序 中國傳媒大學教授鄧文興說 電影刷存在感或是網絡刷存在感 都不能聽憑營銷流逐 電影營銷當有所為有所不為從2002年英雄開具電影營銷之門 十多年內,電影營銷理念和媒體的電影展述立場不斷推陳出身 通過調查分析與科學定位 對影片內容、演員、情節、拍攝地等方面進行正確選擇 從而有針對性地滿足影片目標受彈鋒、影需求 促使電影與市場更好地對接 這一做法無可厚非 例如3月14日世界元周略日電影《失姑》發布上影到計時海報 這款元周略版海報上畫面23.1415926 這些小數點後的數字構成中標標盤 指針指向電影上影的3月20日 標盤上環有一項字 因為世界狠緣,所以終會遇見 簡潔有力地點出電影《尋找走失兒童》的主題 幼緣五一前夕 《黃學兵》的攝讀陽影片一個卓子面臨鑑價景地 為求早日上映 片方發布一款人生無奈學好歸來海報 畫面上 陳建斌、蔣勤勤 今世界三人盛牌 光腳走過西北的無人公路 而三人之間空出一人位 地上則多出道影子 顯而易見 這個空位如黑影視屬於黃學兵的 如此學好歸來記事出品方的良好心願 也為片方完成一次危機公關 合理的營銷不僅表情達意 還有其思妙想 不失為中國電影產業日遵成熟的標誌之一 但偏離正道的話題炒作手段 甚至以玩弄低俗段指為方法的狂軍濫詐 則是嚴重損害電影生態的旁門左道 不少網友評價 荔枝海報通篇在港一行字 沒有美娘女剪掉的空 都在楊貴妃中還了回來 在清華大學穩雄教授看來 這種不知所云的埋點讓人不禁要問 是製片方、導演、藝術家們病了 還是作為需求方的觀賺展尋 但可以肯定的是 低俗營銷讓整個電影市場的審美走低 電影生態重中之重還在於內容 鄧文興認為 這個現象是國產電影對營銷的盲目認同 本末導致所造成的 按照國產電影的分帳比例算 一部電影票房要達到總成本的三倍左右 《財算片方寶本成功》 資本大棒下 各家使出運新解數來為電影搖奇納喊以成普遍現象 以至於圈內流傳這樣一種說法 中國電影工業雖然與好萊塢相差甚遠 電影藝術與歐洲有天洋之別 但中國電影的營銷銷售不卻堪稱世界第一 在王朝的女人楊貴妃之前 今年暑假剛開成 M. 橫衝直撞好萊塢就製出聲勢浩大的宣傳營銷 去年底將敏執道的一部之謠更有包下機場草瓶這樣的獨特營銷模式 此外 《黃金時代太平倫》有一個地方 只有我們知道等大量電影都在上映前的宣傳階段 大張旗鼓地拆存在感 但結果卻是 靠營銷可賺一時之眼球 卻難以換來持久的美語 一部之謠的教訓足夠慘痛 上映之前鋪天蓋地的日美之詞下 影員經你們分分級該片排出超高比例的片表 但首映日兩極分化的口碑 讓排片率急轉直下 而晚到一周的智取威虎山3 D版須在上映前不見察評 卻因口碑上街 最終成為去年12月的票房大贏家 同理可得的橫有這幾天大勝歸來的抗例 上映第一天 這部國產動畫在小時代4月之紙花開的夾擊中 僅有5%的排片率 但官司諾M大勝歸來的交口稱讚 以及兩部青春片的口碑倒伏 讓反應信問的影員經理們及時調整 從第二天起就逐日提高這部動畫片的排片率 如今這部幾乎靠網友自發口比推高的大勝歸來 已突破了6億元票房 電影營銷可以有 但它只能是電影的分支而非主流 它可以進入到產業鏈的一環 而非能夠左右整個生態的重要部分 電影的第一生命力依舊在於內容 電影的一環 雞排 最直是三個人的聲音 測 entste的一名 問通知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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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